在七、八十年代 只要扭开电视机或者听收音机 我们一定会接触到他的音乐 他的歌几乎首首经典 下至三岁、上至八十 人人都会唱 可以大胆地说 有他香港的乐坛 才可以掀起新的一业 他是香港乐坛教父 永恒的经典 顾家辉 在香港数一数二的音乐界传材 他懂得作曲 懂得指挥 还懂得写谱 音乐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金组传来顾家辉 小小消息的时候 很多看电视长大的人 都会十分远色 接应我们就是听他的音乐长大 对于七、八十年代的当红歌手来说 辉过的离去更加是一大损失 因为几乎没有一笔唱过他的作品 今早一早就听到辉哥不在的消息 非常非常不开心 当然辉哥寄了很多漂亮的作品 给我们这班歌手唱 而且这些作品 到了今时 今天已经成为经典金曲 非常感谢辉哥 并不是希望辉哥的家人 切碍顺便 他很少说话 他不是怎么说话 但是他很和我 你怎么问他 问他什么 他一旦就会回答你 但是他就不会说 立暖地跟你说 又去教训你什么 教训你不要 我记得我录那张《男子汉》的时候 他也有过来 有过来 看着我录 然后他又指点一下 所以就出之 可以录到一张《男子汉》出来 其实有点心讹的 因为觉得真的 香港乐坛 他撐起半边天可以这么说 真的 已经走了 他挺唧唧的 成就一个音乐大师的诞生 与他的成长背景很有关系 出身广州的顾家辉 本身喜爱画画 不过因为他姐姐顾微 令他的音乐之路得意开启 我早点出来唱歌 我唱歌的时候 有个菲律宾人帮我练歌 他经常听他还在读书 他经常听 听得多 他就喜欢 他就很聪明 菲律宾人自动义务地教他弹琴 是吗 他就很快上手 一年之后 他就在语中会做乐队领班 就这么做 梦是辉哥做了音乐领班之后 在1961年 参加《小事》电影歌曲比赛的作品 结果因来比赛加入《小事》 之后遇上白乐·邵逸夫 开始职业作曲生涯 很多人熟悉辉哥的作品 都是广东歌 其实不少出自他不下的国语歌曲 已经成为贵席人口之作 什么是情 什么是爱 为什么爱会变 好似白蛇转舞台剧主题曲 《爱你变成害你》 也开始改写香港音乐历史 在一个美丽的晚上 我们俩并肩看星河 低手由占小平主唱的《星河》 是同名电视剧主题曲 亦是辉哥在1972年为TVB写的第一首电视剧主题曲 因为是国语歌 所以反应只是一般 电影的歌全部都是国语的 虽然《星河》是电视剧集 但是作的歌全部都是用国语的 所以就用国语唱出 直至1973年辉哥作上第一首电视剧 广东话主题曲 春光来南扮花波 阳流晴晴 不过这首歌在乐坛仍然牵不起波兰 终于到这首才令到全港风磨 1974年的提笑音源 由唱开欧西流行曲的 《仙道拉》转唱中国小调 一曲大红 亦都令到原本由国语歌主导的 香港乐坛回归广东国 我都是一个惊喜 我不知道他会找我 你知道一批歌不说话 我没有什么要问他 那时候我只记得 初初还没录 我自己就想 因为这么多歌声不见就叫我唱呢 我到现在都找不到 原来我会唱广东歌的 现在自己回到家 问家人什么字 我又写下来拼音 然后写不完 我就问故事是说什么的 我说完这个意思就听 他说外情 很悲伤 这首歌就是 第一是很容易上口 第二是歌词很感动 还有很广东的乐剧 粤语流行歌 多数是用欧西粤语流行歌 国语歌 来填一些广东词 很少有些专为粤语来作的 自从有了这些电视剧 主题歌之后 那些粤语歌就比较轻喜了 七十年代是电视捞饭的年代 电视剧的魔力非常之大 家家户户追看长剧 而主题曲插曲由辉哥一手包拌 成为大家耳熟能长的歌曲 有很大的感恩 因为他带我入行 他写了很多很漂亮的歌给我唱 如果不是他带我入行 我想我不会有一个五十多年的事业 那一定是上海滩 因为当时写这首歌 没有人意料到这首歌 和剧集会流行得这么紧要 四十多年 现在八零年到现在 如果有机会演出的话 一定要唱这首歌 要多谢TVB 因为1969年我参加《星宝之夜》 辉哥就是首席评判 他当年是TVB的音乐总监 当晚我唱了一首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许冠杰和秉明宜三个是评判的 他们三个就给了我满分 过了我想两个星期左右 辉哥就打电话 叫助手打电话给我 就说问我有没有兴趣唱广告歌 我就说很有兴趣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做着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我经过辉哥和尖叔 和他们两个的教导之下 他们两个合作写很多广告 所以就变成了很多机会 人人都争取这个垃圾重 也有机会唱辉哥为电影做配乐 也有一年半载 很自然他就说不如你去黎峰公司 见唱片公司的老班 唱辉哥唱了之后 他们就决定签我和我出唱片 所以我说辉哥是我的恩师 我觉得没有顾家辉就不会有叶丽 当年流行演《仪夕则》唱 阿姐汪明荃担任不少剧集主角 而辉哥也为阿姐度身订造 作了不少配合他声线的歌曲 当时有很多歌星 当时的乐节很厉害 就是白白白发情绪 他们歌的声音是巨费的 即是印尼、Francis 那些声音又是另一种 所以他又要配合我的电视剧 所以变成了真是特别的 《万水先生》这首是 属于差不多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唱的歌 就算在很远的地方 都是唱广东歌的 因为以前他们不允许唱广东歌 唯有这首歌是可以唱的 是的 所以《勇敢中国人》 我觉得他一心一意地去做他的音乐 他多产 而且是水准之高 这首歌都拿出来见得人 这首歌都差不多成为经典 觉得挺难的 当然他也有一个很搭档黄尖 这两个合作就是无敌的 他们在天堂相见 我说到顾家费 绝不可能不提最佳拍档黄尖、占宋 两人合力抱出多首流行电视剧主题曲 《辉煌组合》成为经典 他最后荣优我 我一直很有幸 可以在台上推表这位音乐的巨像 那首星期星辰 我们之后再重新重新重新 我觉得可以在他的音乐生涯里 可以唱到的作品 可以说是一心无憾 的确 我们要向这位乐坛大师致敬 他留下无数流行作品 做就香港乐坛盛世 成绩都很满意 都怪你 一曲一曲最容易